今次想介紹,其實大家都會認識兩位澳洲香港朋友 大寶和James,之前我們都談過幾次 但是今次開始,我們就想和澳洲有關的交流 話說離開香港之後,很多朋友就四散各地 而香港人去的地方當中,對我本人來說 英國、美國、加拿大、台灣、日本、新加坡 這些我是相對熟悉的,因為住過、讀過斯、有親人 亦都有不少的地方,這些我可以有信心 比較知道發生什麼事 唯獨澳洲,我是相對蠻陌生的 我想一生人,澳紐一起去過三次 但是近年其實也有不少人去澳洲 雖然數字上,看統計未必好很多 今次第一次,我們想說什麼 我們想說的題目是什麼 話說,在這兩天看了新聞,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就是王毅去了澳洲 好像說一切遇上,之前關係不太好 現在就遇過天晴,所有事情都好像沒有發生過 大家就發大財,做生意 當然這個是大外宣的說法 但是澳洲方面又怎樣看呢 現在這個政府究竟對中國經過了一輪的驗證 你們會怎樣研判呢 不如我們就由王毅在澳洲出現說起 究竟他來做什麼呢 James先說吧 西文好,大埔好,大家好 首先,第一件事 王毅這次也挺有趣的 他來講了訪問 其實你當一點花邊吧 他這次住哪裏都很有趣 一開始就說住一間酒店 但是後來若人去到的時候 原來不是,去了第二間酒店 如果一個重要的外長出訪 而住哪裏都好像不太透明 我覺得也是挺特別的 當然他來了這次其中一件事 就是希望和澳洲的商貿可以解凍 尤其是大家都很明白或者了解 有兩種特別的貨品 就是紅酒和農家 一直都是被中國制裁的 現在希望能夠解禁 希望黃毅來到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希望可以一直聊一聊 我們怎樣可以 令到這兩個貨品 可以去回一個正常貿易的關係 是,這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黃毅這次來出訪澳洲 主要原本都不是談貿易 主要是去預備 今年較後時間 中國的總理李強 是第一次以總理的身份 出訪澳洲 去和澳洲當局 談一些行程 諸如此類 當然大家都知道他來就是為了李強去出訪 但實際上在他發放的消息 或媒體發放的消息 主要都是關於貿易的 一切如常 正如Simon所說 另一件事也是吹和風 當然黃毅而外長 都是繼續去圍著人權 繼續去爭取 例如澳洲有公民 楊幸君 在中國內地被判死刑 然後換刑兩年執行 這件事 他都是為了這件事發聲 或者是為了其他被中國去施壓的一些群體 這件事是黃毅然發出來的新聞稿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黃毅的行程最有趣的一件事 不是他來談李強出訪 或者談紅酒 而是他在坎培拉 和阿爾巴利斯 和黃毅然談完之後 就回了出來說 他越來跟前澳洲總理 Paul Keating 有一個會談 即是聊天 Paul Keating 就是澳洲90年代的總理 之前做過財長以後 帶領澳洲進入上一次的經濟衰退 在這幾年之前 他亦是獲邀成為中國 國家開發銀行的監視委員會裡的成員 甚至是主席 所以大家普遍認為 機庭就是中國大好友 黃毅通知機庭 會見到他 他誘而永固 內容說了什麼 就是沒有公開出來 但是這件事就引起了 現在工黨政府 同樣是工黨政府 阿爾巴利斯和黃毅然 就會比較頭痛 為什麼會頭痛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澳英美聯盟 澳洲 英國 美國就著核動力潛艇 簽了協議 剛剛去年年底 美國總統拜登也簽了2024 國防授權法案 令到核動力潛艇 可以盛視 既然有澳英美聯盟 通常叫AUKUS Pillar 1 實施後 其實他們有更加多的 無論是軍方的合作 無論是一些信息的交換 如何去抗衡 如何令到印太地區安全 這個是很 對於黃毅代表著中國來說 是一個擔憂 所以黃毅來澳洲之前 他也出訪紐西蘭 紐西蘭的時候 他也跟紐西蘭的外長說 他很擔憂 擔憂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 AUKUS的Pillar 1 就是核動力潛艇 AUKUS還有一個叫Pillar 2 有關於軍事信息的合作 諸如此類 而紐西蘭 就很衰不衰 在去年的教後時間 提出自由黨換屆 換屆之後 提出 我也有興趣加入 AUKUS的Pillar 2 於是令到中國大衛緊張 黃毅也在紐西蘭出訪的時候 也跟紐西蘭的外長皮特斯 也說了 我很擔憂 這件事情 就變成了整個印太地區的角力 我也提一提 除了楊恒均之外 大家熟悉47人內的 吳政亨也是澳洲公民 他之前是在雪梨讀書的 以及居住的 所以其實除了剛才說的楊恒均之外 吳政亨也是大家值得去留意的 說回剛才AUKUS AUKUS的核動力潛艇計劃 這個可以說是屬於國家級的 如果你要來幫忙做事 或者在這個項目參與的時候 當然是要經過很多不同的審查 於是乎 其實澳洲政府 暗地裡也是慢慢更改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是什麼呢? 其實他在讀書的審查方面 或者一間大寶可以再補充多一點 就是他會更加去 好像美國那樣 審查制度會更加嚴謹 因為你知道 其實尤其是近期 在美國也爆發了 可能在Google那裏 在雲端那裏 將Google的一些資料 拿去自己用 諸如此類 或者在美國也有一些間諜的嫌疑 於是澳洲在這一方面 他也是採取了一些適當的措施 或者他覺得適當的措施 去嘗試去阻止或者預防這些事發生 是的,沒錯 這個預防這件事發生 在澳洲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例如美國電影也說 有些國家安全的審查 有些人得到 有些人得不到 有些人得不到 得不到的時候 做不到軍方的事 由於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 內政部長奧利爾也改了政策 由源頭入手 即是說 如果你是去讀這些研究科目 即是和一些很高科科 高薪科技研究科目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有些審查出現 即是說你從學生簽證開始 就已經要查你了 我們所說的subclass500 即是學生簽證 有兩個簽證條件 是和高薪科技有關的 由於很多學生都是讀完書之後 留下工作順便移民 即是拿一個永久居遊簽證 所以奧利爾這個內政部長 就是從源頭入手 於是也引起很多人的恐慌 即是我們聽到很多香港的群體恐慌 咦死了 奧利爾內政部長又修改讀書簽證和移民政策 香港人行不行 那就放心 即是高薪科技 即是處理電力 能源市場 這些廣播 支付系統 即是這些高薪科技 其實基本上香港人要來讀書 很少是接觸這些 還要做研究社physics的科目 所以大可以放心 那 即是 為何要這麼加強國安呢 即是 因為Oukus Pillar 1 和Pillar 2 即是三個國家一起做 為何要加強這件事呢 就是要和美國和英國看齊 在王毅外長去訪問完澳洲之後的那一天 澳洲亦和英國去舉行兩國部長的一個 關於國家安全和軍事的一個年度會議 就來了英國的外政 即是外相 即是英國的外交大臣卡末倫 和國防部長都來了一起 在坎貝拉首都去會議 另外一天去了亞德萊德 亞德萊德在南澳 就是澳洲的軍公重陣來的 宣佈澳英被聯盟的核潛艇 就會在那裏製造 所以 這一個就是 我想在澳洲對於外交方面 這一兩個星期是相當網絡的 沒錯 其實澳利爾不單止改革了澳洲的澳洲 甚至由源頭入手 剛才說了澳洲移民是一個移民國家 其實我們的人口 在去年又再一次增加 已經達到2700萬 其實如果我們就這樣 即是靠生孩子 是絕對沒有辦法可以 能夠滿足到國家發展的 所以就是要靠很多移民來 看到這一點其實 今年的4月1號 他就會收緊這個簽證條件 澳洲政府是改動了 源於2022年的移民修訂法案的法規 以及2022年移民修訂關鍵技術研究生研究 學生簽證條件法規 合稱為PAC的法規 首先他通過設立公共利益標準4003B 賦予內政部權力 在認為簽證的申請者存在 將關鍵技術不當轉移的風險的時候 是有權拒絕受到這個簽證 從而保障澳洲的科技資產 不會因此被濫用 我們看到其實西方社會 是慢慢慢慢地收緊 對於中國的一些移民 或者讀書的政策 是防止他們的高科技 會外流到其他國家 所以這個對於澳洲收緊這個國家安全 和英美體齊 我想我和James都覺得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最近美國和英國爆出了 APT31 做入侵 然後做制裁和檢控的時候 澳洲也是第一個彈出來 由外長和內政部長發了一個共同聲明 就是支持英國 對這些Cyber Security 這些黑客 由一些懲罰和制裁 背靠著英國去支持他 最有趣的是 紐西蘭在同一天發表聲明 發表聲明還要爆出一件事 就是紐西蘭在2021年 亦被APT41 另一間機構 入侵他們的選舉管理系統 紐西蘭也是非常熱衷 想加入AUKUS的Pillar 2 當英美發表聲明的時候 紐西蘭也說我也有份 我也有份 另外一樣挺有趣的地方 先說一說 就是你會發現在政治上 澳洲是希望繼續慢慢慢慢去 即是他不希望和中國走得太近 另一方面在貿易方面 他其實也是希望能夠結合 包括剛才說的紅酒 龍蝦這些可以不需要再經過第三國 例如越南、香港、台灣 轉口回中國大陸購買 就是典型的那種AB隊 有一邊是我不和你玩的 另一邊是貿易方面很想和你玩 這也是那種可能是慢慢慢慢形成 即是那種在政治上和你希望有一個分格 但是在貿易上就繼續和你保持關係 是一個挺吊詭的情況 其實兩位一直說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一些 中國有沒有官方說法呢 那時候又挺吊含含這樣 那現在怎樣交代呢 我是一隻住在天橋底的老虎 其實我本來不是住這裏 條橋是不是就是鵝頸橋啊 小子人問 子老虎對條河念念不忘 最問 到底條河去了哪兒 我想現在他們交代的一件事 都是貌似是吹禍風的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全世界都經濟下行著的時候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 那個動力那隻頭開始慢慢弱的時候 他都不可以說很強硬的 說我要制裁誰就制裁誰 就是都要開始軟化 不是說要跪低 但是要軟化 就是說其實大家在經貿方面 都可以做好朋友 所以這一種和風 就是我們在澳洲的媒體 或者澳洲的評論界都見到 有這件事出現 當然你不會去 預計它完全跪低了 就是我認衰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放心 都是不會的 但是就會按著 中學經濟發展的需要 去買它適合的 需要的食品 原材料 尤其是煤炭 尤其是現在 就是這個國際的貴金屬市場 就是搞到很慘的這個 Nicco 就是Nicco 但是澳洲仍然會挖 中國是繼續會要的 但是問題是要多少 和多少錢去買這件事 好看這個貿易的角力是怎樣的 另外農產品方面 大家都不要忘記 其實澳洲也出口非常多的農產品 去澳洲的 除了剛才說的兩樣 都是各句龍蝦紅酒之外 其實牛肉 肉類都是非常多的 在澳洲其實 有很多隱形的 我們叫做farm 它整個farm 是幾公平的地 是養牛的 而那些牛 是直接全部出口去中國的 是不會經過 澳洲是不能買的 它直接出口去中國大陸去售賣的 因為這個是他們其中一個牛肉的主要來 所以你看到其實在經濟貿易方面 看似就是很硬正 要跟你去吵 要跟你去制裁 在某一些 他們都很重要的一些日常 可能食品用品那裏 其實你看到他們還是要依靠 就是澳洲的出產 去幫助他們 去滿足他們的市場的需要 在現在我們看到 這一回合香港來到澳洲的移民 在上次我們談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憤怒 會擔心這個scheme改變 會否影響到自己 現在是否基本上都 叫做均心穩定了 應該這樣說 自從去年12月 內政部長奧利爾 發表了最新的移民策略 當時很多香港人都很擔心 也有些香港人的團體都向內政部發聲 現在過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太大轉變 因為內政部都說 澳洲關於香港人的簽證 就是繼續在這個審閱當中 在今年的較後時間就會有更新 不過在之前一個星期 剛才James也說 除了我們加入了國安的審查之外 對於畢業生簽證 大家都很害怕很害怕 那件事就是畢業生簽證的 英文程度的要求 提高0.5分 即是雅思 Isles提高0.5分 而他亦說明 關於香港人 即是拿著香港護照 或是BNO護照的申請畢業生 簽證的準畢業生 他們的英文要求是為此不變的 這令到香港的學生哥 就會比較放心 是的 因為其實英文 你說多了0.5分 望外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是在雅思考試 如果你要多0.5分 你給出的努力是大很多的 其中為什麼呢 除了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說這個是移民國家 他希望能夠有更多高水平的移民 或者學生來讀書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們發現有些學生可能來到 因為雅思的分數 是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達到 他來到又不是真的會做 他本科相關的事情 他可能變成去開Uber 去送餐 即是UberEats 那類的 就變成好像 他根本就不能夠在澳洲 他對社會有真正的 對社會有真正的 比較有用一點的貢獻 起碼他本科做不回 所以為什麼移民政策會改變呢 其實不是說真的針對一個國家的 其實整體來說 他希望引入的移民 是能夠提升 甚至讀書 提升他們的質素 令到他們能夠 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專業上 去貢獻回澳洲社會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更改 那對香港人的影響 都是再提一提 這個不是一個移民政策 香港香港Stream 不是一個移民政策 所以我們也不會奇怪 為什麼他特別會提到 香港Stream 是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即是不會因為今次的更改 而受到影響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今次 我們現在再討論 王毅的整個行程 就有他官方的 purpose 而你們的研判 之後後續又會如何呢 即是會好像現在這樣 又想賺錢 又要加強國安 還是會見到某些突破呢 畢竟現在官方的大外宣 當然是想暢號 挽救經濟 你覺得能不能夠達到 還有最後想問多一句 剛才提過47人案 本身有一位是有澳洲國籍的 澳洲人有沒有任何這方面的 information 知道有沒有人關注 或者是政府有沒有和中國 有正式的提出有關的交涉 其實就著47人案 我們是有港人組織 曾經向澳洲政府提過 他們也知道有這件事 他們的回覆都是官方回覆 因為他們是澳洲人 我們也是會關心的 因為他們是澳洲人 我們也是會 汗衛民主 也是不同意他們這樣做 都是一些比較官方的答案 在雪梨方面 其實是出過一些聯署的 因為吳正鏗的一些同學 那時候讀中學的同學 其實是出了一個聯署的 就是要求盡快釋放他 或者批評今次的審判是不公平公正 我相信在地的 我們一些港人組織 會繼續就著47人案 希望正鏗這件事 會繼續向澳洲政府 表達我們的訴求 希望澳洲政府正式 現時被囚禁 在香港不正鏗的案件 我們會繼續跟進 另外再說回 澳洲政府會怎樣 其實我想他都很明顯 現在對我來說 大寶監可以分享多一點 我覺得他真的會繼續 在政治上 繼續抽離 就算你李強來也好 其實到最後他都會說回 同樣的一番話 王英賢又會出來說回 同樣的說話 就算你問我這次王毅來 他也不是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聲音 我想對比起 卡米倫也是 我想你不說 沒人知道 澳洲 澳洲似乎在這方面 都很想大割一下 貿易方面 當然他也繼續有出口和入口 澳洲也是很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的一些產品 來到澳洲去賣 一些不同的 我們說的手機程式 例如我們之前說的拼多多 或者是另外賣女士衣服的 他也會繼續在澳洲運作 繼續有貿易的往來 沒錯 好像承接James 所說 我想在政治上 現在的工黨政府 都是儘量 除了兩邊 連這個自由黨 國家黨聯盟 都是採取一個差不多的態度 就是說其實都是 要對中國 是有說 不一定說要強硬的 但是關於人權的事情要說 關於中國做得不對的事情要說 如果是要欺負澳洲人更加會說 但是貿易呢 一來就是繼續想和中國做生意 二來也是有少許去分散風險 這件事 大寶都會見到商界 或者是不同州政府的商務部 都開始去招商 去不同的地方去招商 譬如說越南 或者譬如是一些東南亞國家 最近也有一個東盟和澳洲對話機制 成立五十周年的一個峰會 也是去穩定一個友誼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澳洲開始去察覺到 雞蛋不可以只放在一邊 放在東盟有六億多的人口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這是第一 對於消費者來說 其實他們就沒有太大的感覺 在澳洲的生活成果越來越高 百物騰貴賤蜜兜狂人的時候 你跟他說國家安全 他說拚多多買些東西很便宜 那怎樣去讓澳洲人 是不是真的為了愛國 為了國家安全 而願意去付多少錢 去令到自己是危險的呢 我想普遍的澳洲人都不會 最重要是便宜的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些 關心著澳洲在國際貿易上的開放 以及國家安全如何取得平衡呢 就要看澳洲人自己的價值觀是怎樣 是的 其實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們剛才說百物騰貴 都是給大家一些資訊 兩年前左右 澳洲的消費物價指數是有7.8的 現在就算說沒有那麼厲害 都是徘徊於4.5至5.1之間 你也不要說所有東西在路上是向上升的 所以這個看到了 剛才會說 那些人最重要是便宜 就算你喝喝吃吃都是便宜 我們買東西都是便宜 變成對於國家安全 或者是對於中國和中國的關係 國民相對來說 其實我們每次提到澳洲情況 大家都理解就是這個狀態 你不會有什麼大的突破 但是如果國安貿易底線 另一方面也會發聲 現在就是在這個上限和下限當中游走 所以來到這邊的香港人 始終都會慢慢明白到這個情況 重點就是起碼大家可以在那邊按腳落葉 這個我想首先現在香港的朋友都很關心 我們今天不如先談到這裡 下次我們又去看看澳洲那邊 聚山更新的情況是怎樣 這次就謝謝大寶和James 謝謝Simon 謝謝Simon 拜拜